新聞的現場 要帶大家關心這兩天的新聞的報道說 蚵仔這陣子起床 接下來和蛤蜊的介紹也走起來 由本來的一斤八十塊錢 現在起到一斤差不多百三塊到百四塊 放開了業者在說 可能和這陣子天氣和煮 也有台中火力的發電池 白蠟燥水污染有關 他們知道蛤蜊的素量變得比較少 現在整個介紹就起起來 損失一定有 但是我們既然做生意就要自行吸收 上面蚵仔這麼起床 現在蛤蜊也都在起床 對一斤八十塊起到一斤百三至百四 讓這些家庭主婦如果起到市場 也買不到什麼的漏手 二五顆這樣多少 二五顆准百里一台好 那很多啊 怎麼說 他們抓不到 來到海邊的亞生蛤蜊央食區 雖然是適合採取的好天氣 不過央食業者一小就開心不起來 每年到這時可以採取到五成的亞生蛤蜊 現在是空空存不一成 連這個人工企業的業者也是一樣很差 整堆蛤蜊夾接著彈在樓邊 因為天氣很熱 水一塊漏 還有這個台中火力發電池白的火水 這些污染來提出這個蛤蜊三龍很少 這些年代介紹一直壓起來 真的沒有文革可以收成啊 為什麼 就是不曉得原因啊 是不是跟我們火力發電廠的 台灣火水有關係 因為蛤蜊三龍就介紹壓軟 對央食、蜊仔和家庭支付都受到影響 可是說天氣如果蓋在不穩定 到中夕的時候 介紹還會比較軟 記者綜合報導 還有